音乐制作人陈国华 六月底的时候 他在台北市木炸被警方给领检 他说这个警察隔着黑黑的玻璃 就说他没有系安全带 让他气得在脸书上面po文 大骂说原警眼睛好到可以去观落音 甚至还公开了这个原警的姓名 不过警方表示说执勤的原警是合理判断 有违规的情况才会拦检他 双方是各说各话 我说发是在我自己的脸书上 可是我觉得如果警员断让这样的态度 对付所有的被领检的人来说 那我觉得各位你们都有机会遇到这样的原警 愤愤不平破口大骂 一改温文儒雅好脾气形象 音乐制作人陈国华 矛头指向国道警察 因为6月21号司机开车 载着他全家大小行进木炸交流道时 遇到警察拦检 隔着黑玻璃窗 据说他没有系安全带 记得他在脸书上透拼警察 眼睛好的观落音 而且态度奇差 为了开单不择手段 甚至叫大家经过木炸时 记得撒纸钱 别被鬼缠到 这次其实听得出来 他气到不行 我请他来看看 因为我看不出来嘛 那个玻璃真的很黑的 陈国华强调自家名车 隔热系数高 外头绝对看不出来 再气他还是缴了罚单9000元 最后向警员投诉 不过警方解释 执行时是凭经验几秒钟目测判断 车辆违规情形 当时执行员警合理化 还以成国华违规才会进行拦检 遇有这个交通违规 或者是有正当合理怀疑 我们才会请当事人靠边 依他的违规事实去自担举发 坐在后座的太太Ivy 回想当时直说远警 态度很恶劣 小孩都被吓哭了 警方强调绝无口出恶言 可能是双方没有沟通好 才会有误会 只不过碍于保护隐私 警方不愿意公布 录影存证带 事发当时 当事人究竟有没有保安权带 如今成了各说各话的罗生门 谢谢你都被审有台北财队报导